彈開的雙手 重許的無難 唱KTV不稀奇 能跟彭恰恰合唱 那可不是天天有 曾因為光碟案 欠下上議員的彭恰恰 走出陰霾打造副業 選的是現在當紅的電話亭KTV 感謝天爺 心轉帝國 好人有一次愛的機會 玻璃屋裡擺上音響設備 兩瓶大的迷你KTV 成了彭恰恰人生後半場的事業中心 未來我們希望能夠到全臺各地 對我這種服務喜歡唱歌的人的地方 我們希望至少把全臺灣放個一萬臺吧 一萬臺 去年在大陸打造三十億商機的迷你KTV 今年更上看七十億 反觀臺灣還是個商機處女地 但對比一下競爭對手 電話停KTV一小時可唱十五首要價四百五十元 但沒東西可吃 包廂式的KTV除了更便宜 還有自助大美食 大家會搶著唱 搶麥 對 這邊可以很享受自己 很盡情 過去投資KTV最成功的個案 就是周杰倫 在大陸KTV掀起關門浪潮下 只有周杰倫的店屹立不搖 但想加盟迷你KTV 除了得注意版權問題 加上技術門檻並不高 容易被複製 就像抓娃娃機一樣 到處都有瓜粉可原